我們當然支持政府執法 但是我們基於人道也要表達最大的哀悼 我們對於任何的人命的關係是不分兩岸彼此的 那我們更不希望這時候把所謂的箭頭或者是矛頭指向對方用惡意或者是用任何的衝突來造成兩岸關係的惡化 這是我們共同大家都希望透過能夠對話能夠交流能夠解決問題 今天美金黨作為執政當局絕對有責任要能夠降低兩岸之間對抗的風險 沒有一位國人同胞會不擔心自己今天吃到的到底健不健康 政府的責任就是要想盡一切辦法幫民眾來把關 這個怎麼還會有分藍綠呢 當台中市政府查出來瘦肉精今天擔憂的是全民 怎麼會美金黨的執政中央會把盧秀燕市長或台中市政府當作修理的目標呢 那請問這兩天我們又看到蝦衛先可能是這些進口的蘇丹紅 可能自癌的蘇丹紅辣椒所造成的 那是雲林縣政府的衛生局 新北市政府的衛生局查出來的 難怪難道這些地方的衛生局又跟中央立場不一樣嗎 我們應該要非常堅定的立場 要支持所有為食安把關的這些同仁們這些官員們 阿一樣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